唐朝末年天下大乱,此时藩镇割据诸侯争霸政权快速更迭,天下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然而川鼠之地的南唐却是一片祥和,甚至于国内的狮子歌赋文艺事业发展繁荣,五代十国结束于北宋时期,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了后洲的政权,使得中原大帝重新回归了统一,可是若仔细分析北宋的诸多政策就不难发现。 他有着后洲时代的影子,后洲太祖郭威建立了后洲,后洲世宗柴荣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而这些改革又与南唐有很多的相同之处,亦或者说北宋的诸多政策也与南唐有很多的相同之处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 解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今天,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,无论是南唐时期还是后洲时期,都把选拔人才稳定统治作为第一目的,而双方在这一点上进行的改革,与北宋统一天下后也有所体现, 亦或者说对北宋的统治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一众文轻武发展文化,南唐从列祖时期就开始重视文人,招揽人才,为此他们还制定了许多的相关政策。 因为文人得到了礼遇,世人有了晋升的渠道,以至于北方战乱期间大量的才子难留,南唐收纳了如史虚白,将文卫等人才,无论在任何时代,人才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, 这些人在南唐后期的发展中立下了不是职工,尤其是在文化建设方面,使得南唐的文艺之风响于古今,南唐从列祖开始,三代君王都重视对人才的选拔,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科举制度,哪怕这一制度推行的时间不是很长,但依然为南唐招揽一大的精英人才,科举制度的实施向北方学子也传达了一个讯号, 使得当时的南唐,江淮之地成为了文人默克的聚集地,儒学文化,教育事业,诗词歌赋和音乐舞蹈等促成了唐的文化建设,南唐的文化建设从某个角度来说并不单单是一种建设, 它更像是统治者引导的一种社会风气,比如南唐后主李玉本人就是一位诗人,画家上行下校之下,使得南唐的文学氛围非常浓厚, 很多时候中原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会禁止民间发展私学,但这样的情况在南唐不仅不会看到,君王还鼓励民间私学的发展,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管如雨后春笋般崛起,造就了南唐一大批诗人的诞生,相比于南唐建立馆自己培养人才, 后周则比较重视引进,搜集人才,也就是说南唐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一种社会主导, 而后周则是一种政治主导,直白一点来说,无论是后周太祖国威,还是后周世宗柴荣李贤下世, 招揽人才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治理国家,而不是宣扬一种社会文化,文艺风气, 当然南唐后周稳定之后,皆是以中文清武为国策,重新整顿并推行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, 从这个角度来说,两者的政策上有巨大的综合性,南唐后主李玉为了发展文化搜集, 收藏了诸多的文学典籍,后周世宗柴荣也是如此,甚至于还通过刁摆印刷术印刷了大量的律例, 雅阅和李质等相关书籍,为后周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, 无论是政治政策,还是文化政策皆是朝廷对天下统治的一种手段, 皆是皇权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渠道, 所以南唐和后周大力发展文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, 南唐时期社会上最繁荣的一种思想就是佛教思想, 甚至于南唐皇族都比较崇尚佛教, 盛世辉煌之下,佛教对老百姓的统治能够使得他们接受现实, 这样更有利于皇权的稳定统治, 科举考试虽然考的是四书五经,儒家文化, 但儒家文化并不是社会的主导文化, 南唐最兴盛的还是无处不在的寺院, 其繁荣景象不输当年的南梁484, 从唐朝末年到后周时期, 中原大地上一直战火不断, 中原文化与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, 农耕文化影响着游牧民族, 而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也影响着中原百姓, 以至于战火不断,硝烟四起, 马上可以打天下, 但马上却不可以置天下, 天下统一之后, 军事力量虽然可以抵御来自外部的危机, 但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, 尤其是在五代十国的大背景下, 后周时宗柴荣清醒地意识到武将治国所带来的危害, 大力发展科举制度除了是为了选拔治国的文臣之外, 也是想要改变社会上的尚武之风, 大力提倡儒家文化, 教化百姓, 以达到稳定思想巩固统治的目的, 总的来说, 无论是南唐发展社会文化, 还是后周发展政策性文化, 其实都是为了用儒家利益来取代尚武风气, 以治国才能够尝治久安, 社会稳定, 政策相同, 目的相同大多立足于两点, 其一就是历史因素带来的影响, 其二就是现实地域因素实际情况导致的, 南唐与后周一个处于北方, 一个立国与川属之地地理情况有很大差别, 所以主导因素更多的是历史因素,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乱世之一, 短短几十年的时间, 中原大地上先后出现了五个政权, 生态环境, 人文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和摧残, 大乱之后, 老百姓所需要的必然是和平, 社会安定是时代最需要的主题, 文质取代武功成为了劳苦大众所需的主流,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, 无论是处于乱世中的后周, 还是处于乱世外的南唐都必须要重视起来, 一是违境可以明得失, 为了保障南唐政权的稳定性, 自建国以来南唐的君王就不断发展文化产业, 进行文化治理, 儒家、儒学、儒生等慢慢充斥了整个南唐, 这也是南唐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, 相比于南唐从历史中汲取教训, 后周太祖郭威则是从乱世中一路走来的, 比起任何一位南唐君王, 他更知道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性, 以及武人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, 无论在任何时代罢黜武夫, 提倡文学, 都是保障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准, 崇尚乙武治国或许在乱世中能够生存下来, 但若想要创造一个太平盛世, 必须要推行文治, 文景之治, 贞观之治, 康乾盛世皆是如此, 因此, 从周太祖建立后周开始, 即至后周是宗柴隆即位, 后周执行的诸多政策, 皆是为了压制武夫而提倡文人的地位, 一改朝堂上的尚武之风大批的文人得到重用, 比如李谷, 范志, 王璞等就是在当时崛起的, 南唐之前是阳无政权管理属地, 最早期阳无政权由武人所管理, 缺乏文学修养的他们, 以暴力治理天下导致民不聊生, 最后南唐太祖才得以在乱世中崛起并建立南唐政权, 也为有了这样一种教训和经历, 所以南唐自建国开始, 就不断发展文化和经济, 提高文臣的地位, 以压制武将的权力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文臣逐渐取代了武将管理天下, 自此南唐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与稳定, 自列祖之后, 南唐三代国主在提倡文化产业的同时, 他们自己也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, 使得文化发展不再是一种政策, 而成了一种社会风尚, 唐朝末年众武清文有着极大的弊端, 各大军阀一言不合就相互征讨, 这社会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, 后进, 后汉之际, 众武清文的风气更是十分严重, 以至于统治者根本就不懂得治理天下, 建国不久便灭亡了, 后周太祖郭威, 后周世宗柴荣, 吸收了前人的教训, 建国之后, 在国内大力发展文化产业, 使得上武之风得到了意志, 无论是社会还是朝政皆得到了一定的巩固, 可惜的是, 后周继位之人是一个幼, 主若唇强的情况下造成了权力的不稳定性, 若是后周失踪, 柴荣能够继续主政下去, 后周将会是一个大盛事, 从建国到灭亡, 后周虽然仅仅只存在了几年的时间, 但在文治武功上的改革却有极大的成效, 尤其是众文清武政策的风向为北宋确立了指向标, 赵匡印建立北宋之后, 从执政之初到驾崩一直秉承众文清武的政策, 哪怕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, 依然延续了赵匡印众文清武的理念, 彻底解决了五代十国留下的战争隐患, 南唐被纳入宋朝疆域范围后, 南唐政权虽然灭亡了, 但是南唐的文化体系却没有灭亡, 它极大的影响了北宋的文化氛围, 甚至于也影响了后来的南宋, 从某个角度而言, 两宋时期的文化能够那么繁荣, 离不开南唐几十年的积累与铺垫, 总的来说, 后周南唐打下的文化基础, 在两宋时期开出了绚烂的话, 接触了丰硕的果实, 何为字, 建制度, 这是两个概念, 其一就是自己推荐自己, 其二就是推荐他人, 武则天登基之初, 为了快速组建属于自己的班底, 他派遣大量的官员, 去地方搜集有能力的人, 更甚至, 他还命令京城六品以上的官员, 需要各自推荐三个名额, 比如狄仁杰就曾推荐了张俭之, 而后者也的确成为了武则天时期的重臣之一, 总的来说, 推荐制度在五周一朝得到了极大的发展, 其所涉及的区域, 所涉及的人员非常之光, 上到博文强制的进士, 吓到乡野教书的先生皆在被推荐之列,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情景, 自荐就指九品官员, 百姓认为自己有才华, 可以自己推荐自己进入官场, 为此, 武则天还设立了一个名为士官的制度, 简单来说, 更像是现在的大学生实习, 实习者若是能够通过考核, 则可以得到提拔, 亦或者进入官场为官, 但若实习者无法通过考核, 则会被淘汰, 这样一种制度, 也为武则天选拔人才, 扩充客渠道。